不能说 我这人不小心看了一两次那种视频 他一直给我发这些视频 我也不好意思了 腾讯视频Doc 大家好 我是陈伟霆 你自己有小号吗 通常会有小号聊那些什么 首先我是有小号的呀 我承认 然后睡前都会看微博 但是我先会八卦热搜是什么 看看发生什么事 然后没有惯自己什么事了 我就会看粉丝夸我的东西 比如粉丝夸你说 想在你的鼻梁上滑滑梯这种 你看到是什么心态 开始以前会挺好的呀 就是以前会很开心 怎么会想得出来的呀 夸我这些话真的好有才华 是真爱 但是当我八卦了其他艺人 他们的粉丝在夸他们艺人的时候 夸的话都是一样的呀 好像复制了 占贴在我身上 所以我都搞不懂 究竟这些话是不是真的跟我说的 不是你会很搞笑 比如说有一些大号啊 或是一些营销号 去说关于艺人的一些演技 或者是关于他们的一些新闻 然后下面都一直在夸 但是那种夸好像我这么熟悉的呢 这个套路每一句的用的词什么的 然后我去看一看下 原来这叫空瓶 我知道了呀 这是不是他们的真心话 他们有动机的 要空瓶 我懂你们 很复杂是不是 可能普通的路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你身边还有跟你一样笑点的人吗 身边的朋友跟你笑点差不多的 哦 登几期啊 jam 他笑点很低 跟我差不多一样 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笑一轮的 我跟他比较像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笑点比较像 我发觉现在就是 我一看大概那个类型的东西 我每一次刷的时候 他都给我那个类型 所以笑点已经没有 一直在看同样的东西 然然去去还是你了 不可能我现在睡前 必须得打一两把游戏才能睡 所以我控制时间 我还要打游戏 那之前让你一直看 一直看的同样类型的小视频是什么 不能说 我这人不小心看了一两次那种视频 他一直给我发现这视频 我也不好意思 你怎么理解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灵魂万里挑一这句话的 我觉得就是你要变美变帅 就是有时候你打扮一下 或者是你从衣装上面改变一下 你就可以立马不一样了 但是灵魂这个东西 就是不能说 我今天是这样的性格 我明天就能改 这一句话说的很对 就是很难做到 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就算要做到你得一直在说服自己 要培养自己的这样的灵魂 经常说的有一句话 就是你的行为会改变你的性格 比如说你的性格是怎么样 必须得你要重复你的行为 一直在做某一个固定的一个行为 那个就会变成你的性格 一旦你有了这个性格 你的命运 就是因为你的性格而改变 就是你一直坚持这个性格在做什么的时候 你的命运也会改变 所以其实我觉得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就是因为他们的灵魂一直在进步 你自己平时也在健身 你喜欢怎样的一些健身方式呢 最喜欢锻炼哪个身体部位 前方高能 陈教练健身课堂开课了 我最喜欢锻炼我的二头肌 有时候星期一二头肌 星期二就不能锻炼二头肌了 因为星期一里面的二头肌 最后你得睡一觉 让它通常没得记住肌群 就要48小时休息的时间 为什么它要生长 然后你每天念头一个肌肉 它就生长不了 所以通常我现在就是星期一念二头肌 星期二就是三头肌大一个胸 为什么会太胸呢 就是推胸的时候你会动到你的三头肌 然后你动到三头肌 你推胸的时候你动到三头肌 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把你的三头肌热身了 你就不要浪费你三头肌 你继续把它练 但是呢星期三就不一样了 星期三其实你能练一个辣的动作 辣的动作我们说的就是背肌群 好了星期四的时候 这时候呢因为你练的三肌 可能要点累 但是你没有做优雅 你要染指 你要减脂 所以我通常星期四呢 我就会去跑步 那星期五我们还要练什么 拉伸 错了我们要练腿 然后我们星期六练什么样 腹肌 如果说腹肌的话 它可以每天练的 好了我们星期天练什么样 拉伸 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有哪 休息 满意了 星期开盘有什么有趣的事 刺激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每天就是在生死的边缘 挣扎 一戴这个头套 一看那个天气预高 明天又38度了 那就觉得很刺激 就觉得记 当天会不会倒下来 那这个角色和你自己 以往的角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 就是造型比较多 就是很有钱 就是我这个角色 其他的 不一样的头套 没有这么紧了吧 以前头套特别紧 就累到 我头套刚刚好 现在头套高级一点了 也不能说以前不高级 只是 没有累得这么紧而已 嗯 yani 坚持着 这个角色 也不能说